你就当背了我 好不好 好不好嘛 就一次 少春 跟我走 你这么着急去哪儿啊 我带你见我干娘 她从小对我最好了 我同她说好了 明日的前红眼 让她带你进园子 那你也得等我输了 装赛见人吧 横头垢面的 岂不失礼 你要的东西 干娘应应都帮你打挺好了 待会儿见着干娘 她会把太太的喜好 习惯都告诉你 到时候 你要让她收拾座就好了 怎么了 雨露 我知道你为了我们的婚事 劳心劳力 可我总觉得这样 不是上上之策 我的脾气你也知道 眼下纵然改头换面 得了你母亲的喜欢 将来也必有 令她失望的时候 那时候又该怎么办呢 倒不如 现在就坦坦荡荡地好 我明白你的顾虑 这也是权宜之计嘛 你就当为了我 好不好 好不好嘛 就一次 你看你这傻样 你看你满头的汗 擦擦 没事 这套 怎么样 这件 这套 和领短袖衫 焦领琵琶袖 加上西兰马面裙 是育龙母亲年轻的时候 最喜欢的款式 试试吧 这衣服裙摆太大了 走路行动很不方便 我还是穿我身上这套吧 好吧 听夫人的 那试试吧 姑娘原本也是官家小姐 行职定然无可挑剔 只是这些年受了许多苦 怕一时适应不了 不打紧 多慢慢练习几次便好了 是 真好看 我的哥 你如何还在这里啊 这里是姑娘闺房的事 与你并不相干 快下去吧 那一切就有劳干娘了 你不想想 郁哥如今大了 到了陈嘉丽业的年纪 她打小啊 就有个呆根子 为人做事一条心 如今为了你 竟然想出这么一个法子 求到我这里来 姑娘看着她一片心 往后过日子 可得好好了才是 紧急夫人叫回 咱们再试试 好 我听说 你新售了个干闺女 少春 过来见个太太 多好的姑娘呀 太太好 我叫林少春 给太太请安 林少春 太太 下去吧 我叫你 一楼子小就爱黏着你 你呢 也惯他惯得厉害 什么都听他的 我记得小的时候 什么猫啊狗啊 你替他养着也就罢了 如今可是养人 可不是猫狗 你可要仔细掂量掂量才是 这丫头乖巧聪慧 我瞧着是个好的 最要紧一桩 玉根儿喜欢 没错 这不京城最红的银字行家吗 什么是银字行家 就是说书的行家 好 我要听故事 今日说一出西湖三塔记 林姑娘 她可算是你的同门吧 真的 今儿的千弘殿 竟还挺有唱戏的幽灵吗 这还行 来 我敬她来一杯 我敬给大家一杯 好厉害 那是你们家大奶子的 好厉害 还这么厉害呢 今年我这院子里的花开得特别好 但是这些姑娘们比花儿更娇艳 跟着她们玩笑取乐 心劲也跟着年轻了 可不是吗 想想啊 咱们做姑娘那会儿呀 也跟她们一样 成天的放风筝呀补蝶呀 你瞧 哥 你也瞧瞧 这些姑娘们各个体面 依你看哪个更好些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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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你有没有听到母亲在说话 我听着呢 小春 一个姑娘最重要的就是行直有度 仪态端放 要笑不露齿 行不露足 笑什么 我说错了不成 怎么会 太太说得极对 那些个大家闺秀补蝶的时候 张牙舞爪 哪有半点姑娘的样子 您再看看小春 她和那些姑娘有云腻之别 太太 太娘 我们到那边去看看吧 太娘 太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